Nızra For Buldu OKYO 我是PizzesPizzes啦 Hello 就是我昨天在 Insta的 我个人的insta 如果你还没有追踪insta insta在这边 我知道我个人的insta story有问到一个问题啦 就是这个截图啦 就是问 你们想要看我拍新的PizzesGaming 还是Pizzes教学啦 这个教学也蛮久没有出的 上次出的教学是这个 对 教你只能用这个remeter这个东西 来换一个帅气的桌面 so如果你有没有看的话 你可以点这边的资讯卡 桌上角那边可以看啦 公分两级 so那个instastory的投票结果是 em 平时小学最高分啦 所以今天就拍一个教学 新的一级第三级 因为我也是本身是一个创作者 在看到一些YouTube影片的时候 看到比较多网友留言都是在问 em 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 你的video用啊什么歌什么BGM啊 尤其是你在看一些talk show 还是看一些em 游戏的精华 就听到者问什么歌名 即使创作者在你的那个记事栏已经写了 还是有人在不停的在问啊 哦 我又在想 嗯 到底有什么软件还是apps 可以帮助你在不知道这首歌的歌名 只会哼它的旋律 还是歌词的情况下 可以知道整首歌的歌名 或者是 歌手是谁啦 收在之前蛮久 在之前我朋友就有介绍我一款app 它是 这边你会看到这个叫做shazam的app 这个app呢它会比较生气的地方 它是可以帮助你 嗯 就是找你要找到的歌啦 即使你只会一两个歌词一句会哼不了 如果你的音是准的话啦 虽然我还完全没试过啦 因为我通常都是直接 打手机 开shazam 按现在里头 你看到影片上面这个按钮 对着那个喇叭那边 它听了一下 它就会去搜寻那首歌的资料 然后出给你 对 这个是蛮方便啦 对于讲一些有时候 你要创作一些 你要做一些影片 但是你找不到适合的bgm 然后你看到其他创作者的bgm 好像很适合 但是你又不懂 那个是什么bgm啦 so有时候我都会用这款app来找这些歌啦 也是你出去去什么宴会听到什么歌 哇很好听啊继续听啊在家里 都可以用这款app啊 so shit 这款是免费的 在Android跟iOS上都有 Apple Store应该也有 然后 就是下一次 如果你下载了这款app 就不用到处留言问 这个是什么歌咯 这样你就可以自己去找这款 你就可以自己去找这个音乐 到底是什么咯 so今天的教学就大概在这边 蛮简单的就是 大概就是介绍这一款 这个app 教你如何去寻找你要找的bgm 你要找的歌曲 在没有人的帮助下 只靠这款app 如果你在商品上看到shazam的logo 你可以scan它 然后会有一些 互动在你的shazam app so 下次如果想要找什么歌 记得使用这款app啦 so今天的教学就到这边咯 我是Pizzas Pizzas 如果你喜欢影片 记得按一个赞 然后 如果我的影片风格有符合到你的胃口 会点一个订阅啦 因为最近我在充那个订阅人数 so下次见 Peace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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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